因历史原因,外国面孔在香港警队中并不罕见 1997年香港回归,一些外籍警察选择留下来继续为香港服务 现任香港警务处水井港外区副指挥官的汪伟诺 就是当下数十名外籍警察中的一位 汪伟诺的家庭与香港有着近百年的缘分 上个世纪初,他的祖父就从英国来到香港,从事贸易活动 汪伟诺生于香港,加入香港警队26年 在香港生活了48年 在他心里,早已将香港视为自己的家 汪伟诺说,他深爱香港这个城市 这里让他感觉无比安全 直到去年6月,随修例风波而肆虐的街头暴力,砸碎了每个香港人的平静生活 汪伟诺回忆称 那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 他当时的职责是提供后勤支持 以及敦促400多名水警派往陆地协助工作 目睹香港警察在整个事件中的种种表现 他由衷感叹,香港警察仍然是亚洲最好的 汪伟诺很欣慰地表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实施后 香港社会在逐步恢复正常 他告诉记者,自己再有6年多就会退休 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他会继续尽忠职守 为他热爱的警队和市民服务 Hong Kong has faced many challenges over the years But every time that it's faced a challenge Or had a setback It's just got straight back upon its feet and move forward And I hope that that's what will happen now